我们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参赛者 因为他本身是土生的华人 所以他基本用于是英语跟马来语 他的华语不太阴光 所以他很喜欢唱歌 可是一直不敢来 对啊 这一次之所以会站在我们黄金舞台上面 是因为他跟同事打赌哦 所以如果他敢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话 就给他50元 哇 我真的羡慕 真的很羡慕 他有这么吝啬的同事 才50元 500元吗 哎呀 50元也是不无小补嘛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欢迎编号3的这位朋友出场了 对不对 是 看看他跟他的导师 翠霞导师的排练片段 为青阳 选择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因为他的音色是非常非常美的独特的 也可以带出故事的一把声音 因为我是做不一定本节表辑的 那老板是不要我 是 所以你喝咖啡是越喝越浓才觉得那个味道好喝 所以爱你是越来越浓的感觉 唱一首歌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很珍惜每一次来上课的这个机会 月亮他可以太大了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 所以在经验方面就比较浅了 有好有坏 他是一块普玉 可以让我好好的叼他 佐他 希望他会有好的成绩 到底多爱你 到底多想你 窗外的人行到下过雨 男生日白雨 他没有说明 在玻璃后对我含着气 心灰不会痛 照顾重不重 什么是爱我 会信我 反正想你 反正想你 就像黑咖啡那么浓 没有喝过的人 不会会懂 你问我爱你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月亮他可以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 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月亮他可以替我做真 继续的问我放弃 不是一个问能够说明 我心灰不会痛 我的脚不重不重 什么是爱我 什么是爱我不会信我 反正想你 就像黑咖啡那么浓 没有喝过的人 不会懂 你问我爱你到底 有多深 月亮他可以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 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月亮他可以替我做真 你问我爱你 继续的问我放弃 不是一个问能够说明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的难过 像月亮一样沉默 只什么都不说 总是永远要看我 你问我爱你 到底有多事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我都没有人能告诉你 只是他们还不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事 月亮他可以替我作证 续续的问我放心 不是一个问问的说明 你给我感觉就是文字彬彬 温文有理 谢谢 所以你平时都很少讲话语 在家里都是马来话比较多 为什么今天会选择唱这首歌曲呢 因为这首歌曲感觉上就是 简简单单 你唱的时候就是好像很随意这样子 这要讲到我的老师 他知道我有语文的问题 那他就特别帮我选了这首歌 选一首适合你的level的歌曲 对应该是我的语文 所以你唱起来也得心应手 谢谢 不会觉得说没有这么大的头戴 那么大的帽 可以这样讲吧 OK好 那我们看看评判团怎么看 看到你很淡定 很自信的在唱歌 谢谢 你的音色很适合唱这首歌 那有好像那个 gentleman的那种唱法 唱到没有任何的负担 听起来很舒服 谢谢老师 崔霞老师呢 选这首歌给你唱 应该是选对了 应该要谢谢崔霞老师 谢谢 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首歌唱得很轻松 我听得很舒服 其实我对这首歌很陌生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经常都在听 也在唱 这怎么 是不是写错字了 为什么有可以代表我的心 刚才我一直跟凯行姐 一直在善良这个歌 我没有听过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怎么多了 可以 结果呢 我听下 很好听 接触感又很好 很舒服的 我看我下次一定要唱这首歌了 谢谢 我也有同感 这首歌曲真的让我们突然间 哎呦 眼前一亮 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 我也是第一次听 你的音色 都非常适合这首歌 就是那么淡雅 但是那个风味 就是很舒服 特别你在唱几个字 那么浓 你的浓 还有你的不懂 真的很 就是把人拉进去 然后不会出来了 没有 不懂 不懂 没有喝过的人 不会回头 不同的频道有不同的那种要求 那我觉得这首歌给我很好的感觉 那我就给高分了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也觉得你选了这首歌是相当适合你 你的口气 你的语气都已经代表在歌词里面了 咬字有一些听不听不到 但是你的语气里已经看得到你在说什么了 好像你去吧的时候你 你手上拿一杯酒 然后你在那边走马 看花看看 哪一个是美女 你看她或者是要看她还是不看她 你那眼神就看到了 你刚才的那个表情就有了 就是那副衣服不在乎 但是又很在乎的表情 已经在你的脸上看到了 所以我蛮欣赏的 谢谢老师 干干净净简简单单 你把歌曲带了出来 不过如果要求高一点的话 你并没有将杨坤的那个groove 还有叫做慵懒的那种 月亮可以代表的心可以唱出来 所以你如果你要正是为这首歌来打分的话 你唱不到 如果是为了你今天的表演 你的主台的亲和力 跟你的诚意 你是有些分的 加油加油